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社长 天美的策划绝对是想在下个版本让射手荣耀结束 TF再次更新,又有六位英雄进行调整 而这个版本最让玩家们头疼的射手蒙亚也在其中 正如你们所希望的那样,蒙亚又被削弱了 那么下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六位英雄都调整了哪些属性吧 首先是第一位,马超 这位上单宠儿这次可是被削弱了 普通攻击没一点额外移速增加1.5到2.5的基础伤害 降低到了增加1.5到2.5的基础伤害 与此同时还修复了两个bug 一个是马超普攻末端移速加成丢失伤害的问题 另一个是大招第一段受到控制的瞬间直接进入冷却的问题 第二位,鲁班大师 三技能射程从750码降低到了700码 鲁班大师作为现版本最热手的辅助之一 也是班位上的常客了 这次的削弱射程感觉对鲁班大师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只是削弱一下三技能的射程 只要鲁班大师的技能机制存在 它依然是这个版本最热门的辅助 第三位,鲁 没错,又是鲁 这个英雄上线体验符已经被重做了两次 调整了好几次了 这次又调整了鲁的被动技能效果 鲁像在使用召唤式技能的时候 同样只能造成30%的伤害和回复效果 并且被动技能在大招期间冷却时间 从2秒降低到了1.5秒 一技能相对应提升了技能的伤害 并且位移距离从500码降低到了450码 当初社长就进行了预测 竟在体验符肯定会被削弱两次才能上线的正式符 目前看来是我想的太美好了 第四位,女娲 二技能伤害从500点增加到了540点 每级成长伤害略微降低 很明显增加了女娲前期的伤害 削弱了后期的伤害 这几次天美频频调整女娲不知道用意何在呢 第五位,刘邦 被动技能触发时间从3秒增加到了4秒 同时一技能伤害也被削弱了一些 看来这重做后的刘邦 天美觉得她很强势 不过在社长看来 你再这么削弱下去 这重做就算是白做了 第六位,萌邦 一技能成长伤害略微降低 二技能冷却时间进行的增加 经常看社长视频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 上次的萌邦已经被削弱了一次 但是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而再加上这一次的削弱 消息萌邦的日子就已经不好过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体验符调整的六位英雄 小伙伴们 有你们喜欢的英雄被调整了吗